開幕式一樣由張藝謀做導演 日本眾議院選舉早上開始投票 投票在本港時間早上6時開始 到晚上7時結束 由於日本容許國民提前投票 今年很多的選民都提前了投票 包括了領導執政自民黨的首相麻生泰郎 以及在野民主黨黨魁 溝山游紀夫 今年提前投票的人數 還創了日本歷史的最高紀錄 在19至28日的10日之內 已經有超過1094萬的選民投票 佔選民總數是10.5% 傳媒預測選舉投票率會達到七成 是20年來的最高 目前在眾議院480席當中 佔了112席的在野民主黨 預料議席會增加一倍以上 贏超過300席 部分的傳媒更加估計 民主黨可以拿到三分之二的議席 控制眾議院取代自民黨執政 共同社報道有信心勝出的民主黨黨魁 溝山游紀夫和黨領導層 準備在星期一和社民黨 以及國民新黨商討 籌組聯合政府 並且成立政權過度小組 和現任首相麻生泰郎 進行政權交接協商 並且籌組內閣 盡快確定內閣的人選 5日後官房長官在制定國家政策的角色中 會明顯加強 而民主黨也會在內閣設立 直屬手上的國家戰略局 負責制定財政預算等等 等國會在9月中召開特別會議 確認溝山成為首相之後 新政府就可以立即運作 美國資深參與員 愛德華金賴迪的 靈教雲底亞靈頓國家公務 愛德華金賴迪會場面在他兩位 在這次的情況下 這不是張極高的 這次是張極高的 但打了兩天也不知倒地 最後進場就是所謂的 我們海軍陸戰隊的所謂的黑衣部隊 當時有一個蔡天福的隊長下令 他們把他們全部的槍械都腳褲了 那只能夠帶著警棍進去 可是向指令是非常強悍的 因為他們要對抗那些 這個死球以及黑豹大哥 其實戰了三天三夜還打不下來 所以等到這個黑衣部隊要進去的時候 只有一個指令 就是進去盡量砍 所以當這個跟梁山部隊 要交接的過程當中 他們第一時間也砍到自己的弟兄 所以這兩個部隊呢 心結未解打很多年 可是就是因為後來的黑衣部隊進駐了 所以三天三夜終於把 沿岸暴動會平息了 所以從這個過程中 你就可以知道 這些特種部隊的強悍 那很可惜被裁測 目前只存在一個神秘的夜鷹 夜鷹呢 向來他們負責反恐的 常常神出鬼沒 那其他部隊他們有時候會支援閱兵啊 或是其他比較公開化的一些表演的一個儀式 可是呢 夜鷹從來不參與 那他們最有名的就是在陳金星到這個南非禮關家裡去常遇的時候 曾經一度是待命的 可是呢 後來因為他們訓練警方所屬的維安特種部隊 已經訓練有數了 所以當初的維安部隊是發揮了相當功能也促進了風頭 那夜鷹神出鬼沒 可是一些劫機啊 或其他重大一些事件 這個神出鬼沒的部隊其實才是軍中的特種部隊中的特種部隊 我們常常講說是男人中的男人 以及英雄中的英雄 精英中的精英 就是值得這一次部隊 沒錯 這些英雄的救難精神真的值得大家敬仰 世界關係間的話題我們就先討論到這邊 我們要非常感謝今天的兩位來賓 謝謝有嗎 謝謝 好 同樣的我們也感謝光晴 謝謝 再見 是的 這一次在軍方呢 雖然救災被批評 救災不利 不過這當中這些特戰部隊的精神 的確是值得我們來敬仰 感謝你的收看明天同一時間 我們再會 29號是仍然在繼續 雲南省紅十字會副會長何永春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證實 一枚炮彈28號從緬甸落入中國境內 造成一人死亡 多人受傷 29號上午緬甸政府軍與國感同盟軍發生了激烈交火 當天的戰鬥主要圍繞緊鄰中國邊境的國感 揚龍寨展開 這裡是國感的戰略要地 國感特區政府主席彭佳生 以及部分手下可能就躲藏在這裡 交戰雙方動用了輕機槍 步槍 衝鋒槍以及破擊炮等武器 目前緬甸政府軍的兩個師正向這一個地區增援 與此同時由於當地局勢緊張 已經有超過一萬名邊境居民湧入雲南 針對緬甸國感戰事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將於28號表示 中方密切關注事態發展 已經通過外交渠道向緬甸方面表達關切 希望緬方妥善解決國內有關的問題 維護中緬邊境地區穩定 好 那現在中緬邊界的情況如何呢 記者稍早前是連線了雲南當地距離邊界 最近的南散市民的一些情況 好 一起來聽聽 其實他們都是 他們過來的那裡都是中國的 但是 怎麼樣吧 他們 因為我們中國的貨店 已經都是我們 我們就是 他們就是撿汗子 我們就沒有對他們有什麼任何其實 因為 其實我們連客案都不讓我們過去吧 客案都不讓我們過去 所以我們想看一看我們到處再去 就是 聽到有一些炮聲 或者槍聲之類的 每天都正常上班 這個 這樣就是 我們不是成為了一些工作組嘛 到那裡點去工作 就是 新來的 新進來的 新過來的 給他們住的地方 安置給他們 提供給他們 這個廢子之類 因為我們這個 它隔內的也就是幾公里吧 是不是 所以很多人就有親戚朋友來投靠的 這個也都很正常的這個 因為它那邊 基本上都是 我們就比出去的人多嘛 是不是 去做 去做生意 還有這個 平常的那些 通風之類的這類的人 它就很多的 好的 謝謝 好的 謝謝 雲南的劉先生 那接下來要來請教的是北京大學的李蒙教授 那李教授 我們知道 中方對緬甸方面來的難民 一直是妥善的安置 並且在中緬邊界口岸是準備了大量的救護車 來救治逃亡過來的傷員 而外交部發言人日前也是敦促緬 在緬甸處理好國內問題 保護在緬甸的華人安全 那麼您覺得 對這樣一個棘手的問題 中方應該怎麼樣處理會比較溫妥呢 這個問題我能看起來 就只能 因為這個中聯兩國 這個什麼那個歷史關係還是比較 有的 而且呢 就一直是這個邊境還是處理的比較好的 這個沒有 印象是沒有這個問題的 從 尤其從那個就是 本來自日本的報導 那麼此次日本 大約18萬人參加場面空前 現在是上午的10點鐘 我身處在天安門西側的警戒線邊上 據我們了解呢 上午的背景表演的排練呢 已經基本結束 那麼我們可以看到呢 現在方隊也在陸續的撤離現場 60週年大慶的演練 從29日凌晨就開始了 演練的項目分別是群眾遊行專項演練 天安門廣場背景表演專項演練 和聯歡晚會專項演練三場 在現場我們可以看到演練隊伍非常的龐大 而且顏色非常的鮮艷 有五顏六色拿著花環的小學生 也有青衣色的整齊隊伍 這次的演練吸引了不少市民旁觀 這位年過60的大爺是專門一早在戒嚴之前就趕來觀看 現場也不缺志願者在幫忙維持秩序 這位退休的公務員也是其中之一 看到了長長的方隊 她是深有感觸 其實我們年輕的時候也參與了好多次 這樣的國慶活動 到退休了吧 唉 有點失落了 沒有資格了 國家富裕了 富強了 真好 演練期間 他們廣場周邊以及東西長安街等20多個路段分時分段進行 而附近的20多個區域的單位居民需憑證件 按民警指定的路線和時段出入 好 將在12月5號到13號在香港舉行的第五屆東亞運動會 今天是進入100天的倒數 那下午東亞會仇委會就舉行了火炬接力跑 雖然吸引了許多市民和遊客來參觀 不過有市民就表示說 而這個氣氛明顯是不如去年奧運火炬在香港傳遞時的熱情 中國副衛首將點燃的火炬交給東亞運 酬委會主席霍振庭 香港行政長官曾應全接過火炬點燃聖火 火炬是象徵送高的體育精神 火炬接力將會堅毅不屈的信念傳遞出去 我希望全港的市民可以秉持這種精神 為辦好這一次的東亞運而努力 首帮火炬手是在去年北京奧運會 香港站火炬接力跑最後一棒的單車手黃金堡 奧運冠軍李小鵬也到港支持 因為是第一次香港舉辦這樣的一個運動會 也是很高興能夠今天參與到這個傳遞火炬的這樣一個活動 應該說非常的激動吧 參與接力跑的65名火炬手 除了運動員還來自香港各界 包括演藝界人士 當進行到56棒交替時 足球員鄭稍微的火炬怎麼都點不燃 最後要換成備用的火炬棒 整個火炬接力跑從下午3點半 從尖沙咀九龍公園出發 經過尖東 再搭船前往灣仔 歷時一個多小時 跑最後一棒的香港風之後 李立山抵達終點灣仔金子晶廣場 點燃火盆 正式進入東亞運100天倒數 不過卻有不少香港市民還不太知道東亞運 目前港府已經花了過千萬元港幣來宣傳東亞運 而在運動會前夕還將舉辦多場活動來提升氣氛 好再來關注青海海溪蒙古族藏族自治州 今天凌晨12點半左右是再次發生了五級的強餘震 民政部的工作族已經到當地救災 那有專家就表示說 儘管青海歷史上中強地震頻發 不過這次地震與去年的汶川地震並沒有關係 28號青海海溪蒙古藏族自治州發生6.4級地震後 導致部分山體滑坡阻塞道路 隨後又頻頻發生100多次漁震 強度最高達到5.3級 鎮央大柴彈地區部分房屋受到破壞 30多間倒塌暫時沒有人員傷亡 國家民政部門派出的專家組已經趕到當地救災 專家表示海溪處於青藏高原北部 屬於地震多發地區 去年11月10號也曾發生過6.3級地震 當時造成3萬1千多人受災 3人受輕傷 1萬多間房屋倒塌和嚴重受損 專家又表示儘管青海歷史上中強地震頻發 不過這一次地震跟去年汶川地震沒有關係 好 內地嚴打酒醉駕駛 那國家交通管理局是過去一個星期 累積查處了2000多宗醉酒駕駛 喝醉了酒又想開車又不想被查處 那最近截酒藥是再度受追捧 不過截酒藥是不是真的有效呢 一起去看看 內地嚴打醉酒駕駛 購物網和藥店的解酒藥生意大幅上漲 買的不算很多 但是自費的是 有一些想降低體內酒精含量 聽到是保乾扶乾的作用 不過到底能不能解酒 還得聽醫生怎麼說 不少人習慣喝酒後 靠喝濃茶和牛奶解酒 醫生表示這些都是錯誤的方法 還會加重心臟的負擔 想要不被交緊懲處 最好的辦法就是喝酒不開車 開車不喝酒 如果在街頭遇到調查公司 聲稱可以免費贈送手機充值卡 那你一定就要小心了 正在廣東這個所謂的調查公司 到處行騙 不少人經不起誘惑 是花錢買了一次上當受騙的教訓 13歲的李姓少年 在街頭遇到品牌手機消費調查 只要留下手機號碼 就可以獲證手機充值卡 沒過幾天 李姓少年果然收到了一份 神聖電子公司寄來的快件 快件公司送來的以後呢 就要收30塊錢的送 掛號信費 我就給了30塊錢 然後呢 就打開包 打開了信封以後 進行按照他的說明 進行充值的時候呢 這100塊錢是充不進去的